土芙苓的功效与危害 服务医生特药专家王小平 陕西省中医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 土芙苓是百合科植物光叶拔洽的干燥根茎 这种植物和同科不同种植物 金刚藤的地上部分非常像 金刚藤的茎上有刺 所以民间常说 有刺金刚藤 无刺土芙苓 土芙苓有解毒除湿通力关节的功效 书上说主要用于梅毒及拱中毒所制的肢体居卵 这个功效目前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梅毒是一种性病 从明代开始有 当时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 在清热解毒的药物中就发现了土芙苓 有一定的疗效 当时治疗梅毒是需要使用拱制剂的 比如三鲜丹、青粉 但是在有效的同时会产生拱中毒 土芙苓不但对梅毒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而且对梱也有一定的解毒的作用 所以在古代它是治疗梅毒的药药 现代我们用它的清热解毒的作用 一般是治疗昌庸、裸力、戒血 用利尿通病的作用 治疗湿热令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